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前我们说人民公社是集体经济 城市里头的国营企业是所谓的传民所有制经济 他说这两种区别其实并不存在 因为不管是人民公社还是城里头的国有企业 当时都是由国家进行严密控制的 不是人民公社只是一种集体的 不是国家控制的 没有这个说法 人民公社不仅从它的组织一直到生产计划 一直到整个公社的各个科层管理体制 都是在国家的严密控制之下 因此人民公社和国有企业 都是国家严密控制下的经济 那么区别在哪里呢 区别不在于一个是集体 一个是国家 区别在于 国有企业是国家控制 但是由国家承担控制后果的经济 是吧 什么意思呢 就是国家控制了国有企业 那么因此国有企业办得好也罢也罢 这个后果也由国家承担了 工人是不承担这个后果的 是吧 你这个企业赢也罢亏也罢 工人都可以领到工资 是吧 汗烙饱收的 工人并不承担这个控制的后果 是吧 是国家财政来承担这个控制的后果 可是人民公社就不一样了 人民公社用周其人的话说 那是国家控制 但是由农民来承担控制后果的经济 是吧 也就是说国家并不给你提供 那种种种保障 是吧 国家控制产生的后果 是由农民来承担的 是吧 最典型的状况就是 在那个时候农民很多 很大一部分农民都解决不了温饱问题 是吧 甚至发生过 骇人听闻的大饥荒 是吧 小饥荒 那就更是经常 是吧 这小规模的农民饿死现象 可以说从1955年一直到1975年 在中国一直是死有发生的 是吧 只不过像那种 大规模的饥荒 那是只有在那三年 是吧 但是这并不是说 那三年以外的时候就没有农民饿死的现象 是吧 那么在那种状态下 你说农民能有什么保障呢 是吧 因此啊 那个三年困难时期有一种现象啊 就是农民就是饿死 也不允许你逃荒 因为你逃荒是会给我们这个体制抹黑 是吧 所以是绝不允许你逃荒的 你哪怕就是饿死在家里 你也就死了 是吧 你逃荒就派人把你抓来 是吧 抓起来 是吧 那么这当然就是最典型的 就是束缚功能很强 但是保护功能很弱 是吧 那么在这种条件下 当然人们只要能够离开 肯定就选择了离开 是吧 而东欧国家的农民 那个情况就有很大的不同 是吧 苏联的农民在斯大林时代 他们处在原始积累时期 那和我们的人民公社一样 是没有什么保障的 是吧 当时苏联之所以搞集体农庄 其实主要就是为了 获得廉价农产品 是吧 并不是给农民提供什么保障 因此在斯大林时代 也不断的发生饥荒 是吧 假如那个时候 苏联要搞改革 恐怕他们的农民和我们的农民一样 都成了改革的 那个 那个 那个先锋 是吧 但是 苏联和我们不同的一点 就在于 他们的 用牺牲农民利益的办法 获得的原始积累 得到了比较好的利用 到了六十年代 苏联已经完成了工业化 是吧 他们的农民人口已经变得少了 已经少于城市人口 是吧 而且他们的工业化 也已经起来了 可以反补农业了 因此从六十年代开始 苏联的 这个体制 对于农民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保障 有了明显的 那个 那个改善 是吧 呃 从此以后 苏联的集体农庄的庄园 都是和城市的呃 企业职工一样 都是领固定工资的 是吧 而且同时啊 那个时期的苏联农业中 国营农场站的比重 已经超过了集体农庄 集体农庄也实行了 有保障的工资制 是吧 也就是说 在苏联 他们的农民 已经和我们的国企工人一样 是吧 呃 可以享受到比较多的保障 是吧 因此苏联改革的时候 他们的农民 面临的状态 就和我们的国企工人 面临的状态是一样的 是吧 我们的国企工人 普遍是不愿意下岗的 是吧 不愿意离开的 那么他们的农民也一样 是吧 但是我们的人民公社 就没有这种问题 是吧 那么这是苏联 可以说苏联的集体农庄啊 是一个属负功能很强 保护功能也很强的 这么一个共同体 而我们的人民公社 是属负功能很强 保护功能几乎没有的 这么一个共同体 是吧 而有些东欧国家 像波兰和南斯拉夫 是吧 这两个国家 在巨变以前 共产党执政的整个时期 都没有搞集体化 是吧 他们的农民 改革以前 就是 个体农户 是吧 就享有 我们的农民 改革以后 才享有的那些自由 是吧 也就是说不需要改革 他们就已经是 啊 那个大包干的 他们就已经是 那个那个 呃 呃 所谓的自由小农了 是吧 也就是说这个共同 共同体给他们的属负 并不多 但是 波兰和南斯拉夫的这两个国家 啊 由于第一 他们的工业化程度也比较高 第二 他们的农民人数也比较少 是吧 再加上 呃 当时的意识形态 啊 呃 希望 在农民中培养一种社会主义的向心力 是吧 因此虽然没有搞集体化 国家还是给他们的个体农民提供了水平相当高的社会保障 是吧 波兰的农民1927年就实现了公费医疗 是吧 1978年就实现了国家提供的退休金制度 是吧 到了80年代 是吧 波兰的农民甚至还拥有了休假制度 是吧 那么呃 这个国家还掏钱 是吧 给波兰的农民建立了一整套产前产后的服务体系 是吧 就是所谓的农业圈制度 是吧 波兰的农民 那个呃 生产环节都是个体经营的 是吧 但是那个产前产后呃 都是有那个呃 那个社会化的服务体系给他们提供服务的 是吧 你不用去操心 那个那个从哪里采购种子 是吧 你也不用操心 你生产出来的东西呃 呃 卖到 卖给谁 是吧 这些 这些环节都呃 都有那种 都有那种呃 所谓的农业圈呃 这个制度啊 摆脱的 因为原来对他的属服就就不大 但是 他很可能会失去保障 是吧 因此啊 波兰的农民和中国农民正好相反 是吧 呃 走向市场经济的改革的时候 最抵触的 是吧 呃 跑到城市里头来游行示威的 就是农民 是吧 来抗议这种呃 呃 走向市场 这种改革 是吧 和我们中国是正好相反的 那是什么原因呢 那是因为波兰人还没中国人那样喜欢自由吗 是吧 当然不是的 是吧 我觉得这其实是人之常情 是吧 就是 就是假如啊 呃 假如呃 有一个共同体 是吧 呃 他能够给我提供一大堆福利 但是也并不影响我的自由 那何利何乐不为呢 是吧 如果呃 呃 我要牺牲点自由 呃 但是可以换得很多福利 那当然我就要盘算盘算 是吧 是在这里头待着核算呢 还是 还是 还是离开核算 是吧 呃 所以啊 我觉得啊 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自由与否 应该说 主要并不取决于所谓的文化特特性 或者所谓的民族性 而就在于我刚才讲的共同体的上述状态 是吧 他提供的这个舒服和保护 是吧 呃 到底是怎样搭配的 是吧 那么 在以前的改革中啊 其实也有这种状态的 是吧 这个 呃 这个 呃 近代的改革过程中啊 也有这种状态 就是有时候农农奴比较喜欢解放 但是有时候农奴是反对解放的 是吧 因为这个解放 呃 实际上给他们的自由并不多 但是啊 剥夺了很多那个原来 那个他们在农村公社体制中 是吧 嗯 享有的那些权利 其中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啊 就是那个俄国的例子 是吧 大家知道 俄国1861年出现了所谓的农奴制改革啊 就是宣布解放农民 但是 这个农奴制改革啊 并没有受到 农民的欢迎 相反 俄国的农村社会啊 在农奴制改革以后 动荡起来 很多农民 是吧 都反改革 为什么呢 是吧 这是因为 这个 呃 农民 不追求 自由吗 是吧 不是的 其实啊 呃 这个俄国的农奴制改革啊 呃 应该说是很有意思的 呃 大家知道在 农奴制改革以前 俄国有贵族 有农民 但是俄国的贵族 主要不是以占有私有财产 组成的 是吧 而是 在于 国家 把 一定数量的农村公社 交给他们作为领地 是吧 他们成为农村公社的主人 是吧 那么农村公社的社员 就成为他们的农奴 是吧 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所以那个时候啊 应该说 俄国农村中没有什么私有土地 是吧 呃 那个时候是农奴 从属于农村公社 农村公社 从属于领主 是吧 然后这个呃 领主通过 统治农村公社 而实现他作为天然首长 呃 的那种啊 那种利益 是吧 那么好了 后来搞农村 后来搞农奴制改革了 搞农奴制改革就有这么几种 就有这么几种 那个方案 最激进的一种方案就是说 现在农奴制改革了 农民有了自由 那么原来他们在农村公社中 跟踪的那个粪地 是吧 就是呃 每人一块 呃 你跟踪这个粪地 你就要向领主呃 交纳各种各样的东西 那么原来的粪地 也就给了他们 他们就拥有了私有土地 是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就有了啊 充分的自由 而且也有了一块财产 可是这样 这个领主就不干了 是吧 说我们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 是吧 嗯 那怎么行呢 是吧 那这是肯定是行不通的 那么按照领主 按照贵主讲 他最希望的是一种什么改革呢 那就是 农民可以走 但是 农村公社的一切 你都不能带走 是吧 而且 你还要掏钱 赎身 因为你原来是我的农奴嘛 是吧 你要走 你必须掏一笔钱 是吧 呃 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农民进城 需要掏一笔钱 办一个什么 这个政 那个政之类的 是吧 这个这个呃 这个自由是要掏钱买的 是吧 这个这个不是免费可以获得的 是吧 呃 你不但得不到土地 而且你 需要支付 为你的自由支付赎金 是吧 那么后来 俄国的撒谎 亚历三大一世 是吧 呃 他考虑来考虑去 激进的做法 他也不能采取 这个呃 很保守的做法 他也不能采取 于是他采取了一种折衷的办法 第一 宣布农奴是呃 无代价的 获取了自由 他们不需要赎生 是吧 哎 那如果是这样 那领主 从哪里得到补偿呢 是吧 呃 有一个地方可以补偿 那就是把原来农村公社中的土地 最好的一部分 把它隔出来 成为领主的私有土地 是吧 隔出一块地来给他们 这块地叫做隔地 是吧 这个隔地是俄国农村中出现 大规模的 私有土地的 一个起源 在这之前是没有的 是吧 呃 在这之前这个俄国就是 呃 土地基本上都是公有的 是吧 农民耕种的是粪地 所谓粪地就是说 呃 你种上那么几年就要收回去 重新打乱了 再评分 是吧 呃 是你不能自由处置的 那么好了 这个农村公社中最好的一部分土地 现在有人统计说 大概是在不同的地区 在百分之十几到百分之二十几 是吧 这一部分土地 成了贵族的私有土地 那么剩下来的这些土地呢 剩下来的这些土地 如果交给农民 那也就罢了 是吧 那么农民自己也算是得了一块土地 可是当时沙皇政府考虑到 农民如果完全自由了 我们就很难呃 呃 从他们那里得到呃 什么东西 是吧 因此啊 这个还是要有一个呃管理的 是吧 那么这个管理就是 我把你从贵族那里 解放出来了 是吧 但是这个村市 还是要有的 是吧 你还是得在村市里头 是吧 你还是得 你的土地还是村市的分地 是吧 还不是你的 是吧 还是得耕种几年 你就得呃收回去重分 但是和以前的区别在哪里呢 区别就在于最好的那一部分土地 已经给掌勺者施占大贩国 已经给送给了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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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权贵了 是吧 也就是说农奴制改革以后 农奴享有的分地比以前少了 是吧 而且更麻烦的是 沙皇还说 你没有为自由而赎生 这已经是便宜了你们了 是吧 那么你们不赎生 总要赎地吧 是吧 呃 沙皇说了 你们要啊 不为你们的身份 支付赎金 但是你们要为你们的土地支付赎金 是吧 呃 于是啊 在农奴制改革以后都规定 呃 农农民除了原来的呃 交给领主的那一部分钱可以不交了 但是交给国家交给春色的钱 还得照样交 而且还要多交一笔钱 那就是地价 是吧 这个地价你必须要交 是吧 而且交了也不是你的 交了是你们集体的 是吧 就是所谓的农村公社的 是吧 呃 农村公社当时是集体支付地价的 是吧 什么叫集体支付地价呢 就是你不能离开 是吧 呃 这个这个呃 每年的那个呃 收成必须由农村公社扣出一一一大笔钱 然后呃 交给国家 呃 要满多少多少年 你这个呃 交满了赎金以后 是吧 呃 这个这个呃 这个土地才能真正成为你的 呃 所谓你的也是农村公社 是吧 还不是你自己的 是吧 那这样这个农民当然就觉得很不满意了 是吧 因为他们获得的是什么呢 他们获得的就是进城打工的权利 是吧 以前他们在呃农奴的那个他们在农奴状态下他们是没有这个权利的 现在他们有了这个权利了是吧 是吧 不必经过那个领主的许可了是吧 但是仍然需要经得春色的许可是吧 就是如果乡亲们说你不能去你还是不能去的是吧 就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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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体的呃管束还是存在是吧 但是他们为了这一点好处付出的代价很惨重是吧 第一他们耕种的土地比原来少了 而且也比原来差了是吧 因为那最肥的土地都变成那个呃都变成隔地了是吧 而且他们还要交纳额外的赎金是吧 因此这些农民就啊纷纷抱怨呃 在俄国真正意义上大规模的反对派运动就是在农奴制改革以后兴起的是吧 就是大家知道的民粹派运动是吧 后来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从民粹派呃中呃脱离出来的 嗯 嗯